機動室議員曾宜芳在市長施政總質詢時 用仁愛區中心某知名小學 用法寫來教育國小學生的問題 質詢教育處代理處長楊貴傑 以及市長謝國良如何看待 然後寫同樣的字句的時候 因為太過於熟悉 所以大腦處於放空的狀態 他只剩下手在動作而已 這樣是真的能夠意識到 自己的問題在哪裡嗎 那這樣真的能夠老師達到 老師要的效果嗎 現在的教學方式跟以前不一樣了 適度的髮寫也許有用 但是還是要像剛剛處長所說的 符合比例原則 大量的髮寫四五百遍 甚至到一千遍 我想這樣的髮寫 對於學生課業跟生活毫無意義 而且學生還會寫到 錯過睡眠的時間不敢休息 手邊髮寫眼睛看著其他地方 這樣子不覺得很奇怪嗎 沒有意義 所以可以透過其他的方式 來讓小朋友認知到他的問題在哪裡 對此市長謝國良表示 這是他成長過程中不可抹滅的傷害 我說市長 我說市長 以前有被老師髮寫過嗎 包括醫院 我心裡 這是我成長到大不可抹滅的傷害 所以也是有 那市長你有記得你之前被髮寫過什麼內容嗎 我不記得我被髮寫過什麼內容 可是我記得那時候老師給我們髮寫的任務是達不到的 謝國良認為現在的教育禁止體罰 因此老師在教導學生時的方式和工具也少了很多 但是不論用什麼教育方式都要適當合理而且可行 所以我非常認同剛剛處長講的就是說他髮寫的內容一定要合理可行 我常常就是老師好像有那個過程就是他會給你一個髮寫的規模 但那個規模是一個一般孩子沒辦法達到 然後他會他我覺得可能老師在給你這個規模的時候他也知道你達不到 可是他還是給你這個規模了 然後可能你達不到的時候他這個又會有另外的一個論述或者是懲罰 那總之我現在年紀也大了 那也了解老師跟教育體系想要教導孩子的目的 可是我覺得這兩種要均衡 要不然這很容易就會進入到虐待的一個範疇裡 所以我覺得在行使這樣子的髮寫目標的時候要非常謹慎 不過我們那個時代是有體罰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老師在於一個教導一個學生的工具有比當時來的少很多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不論使用什麼樣東西的教育方式應該要適當要合理可行 教育處長楊貴姐也認為過度的髮寫對於教育改正孩子的學習行為並不恰當 基本上髮寫是老師在審酌他的輔導管教措施的時候是可以進行的一種方式 但是他必須要注意他能不能夠達到他手段目的的均衡 而且要符合比例原則 如果說達到大量而且長時間 那這個小朋友影響到他的一個正常的一個作息的話 那他就可能涉及到不當的一個髮寫 這已經嚴重的影響到學生的身心理 本期後續有跟學生做過面對面的溝通 所以這個學生的狀況就是因為髮寫這件事情對於學習還有上課還有老師產生一些排斥 那請問處長這是我們要的嗎 這是我們基隆士要的教育嗎 不知道曾源這當然不是 這個已經手段跟目的之間已經失衡了 我是建議說曾源可不可以會後把這個學生的資料給我 我們來做一些傷痕的撫平 我們做一些工作 那另外就是像這種您剛提到這種情況的一個髮寫的話 其實他應該是曾經有諮商心理學者在分析類似這種情況的髮寫 其實他會讓這個孩子在髮寫的過程裡面 他陷入在一個文字牢籠裡面 甚至就是說一種痛苦的情境 他這裡面他轉不出去啊 他就一直無止盡的寫啊 那為什麼不要用其他的方式來 意義不大 其實這樣的一個管教部長做事我們認為是不恰當的 鄭義方表示是否可以讓孩子用寫一兩百個字字白書的方式來代替髮寫 了解體會自己犯過的錯誤是否會更好呢 教育處代理處長楊貴傑也表示認同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想想想想看 想想想想嗎 聽總結純讀